不要相信女主播的任何一句话 我这几天给女主播做了一个调查 我发现女主播的平均悬略真的不超过小学 先别记得反驳 你们眼里那些光纤亮丽高悬烈正能量的女主播 几乎都是一些网红公司包装的 她们的话术神奇的一致 四五十岁的大妈统一年龄都是九零两 我昨天连续连了六七个那种老大妈妈 他们都说他们是九零年的 没有九一也没有八九年 都是九零年 你看一下多巧是吧 很多人你问他九零年数什么 他不知道 他说时间长他忘了 自己数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支支吾吾的去查 后面知道了数码 我说数码的今年多大了 他也不知道 他又愣了 而且个个都是单身 你想一下四五十岁的人 话说都一模一样 都是受过伤的 都想找个对自己好的 有时候我都在想 这些老大妈 听天说自己单身 有人信吗 是吧 后面我观察 还真有人信 他们直播间一般有几个六七十的老头 最后才明白了 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四五十的老大妈 年纪大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纪小 但六七十的老头觉得他们小啊 是吧 你在六七十岁的老头眼里 哎呀 四五十岁的就是小姑娘 知道吗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我现在看十几二十岁的 也是小姑娘 是不是啊 这些老大妈还动不动就是清华北大的 要不然就硕士 要不然就博士选拟 你问他什么专业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专业 你问他研究生研究的是啥 研究跳舞的也有 研究唱歌的也有 你问他唱歌跳舞属于什么戏 他说属于文科 唱歌跳舞属于文科 就搞出来了 牛头不对马嘴 真的是 昨天还有个清华大学的 连九九惩罚口诀都背不上 问他九七的多少 他说九七六十五 你不懂就不懂嘛 何必要装呢 累不累啊 是不是啊 真的还天天晚上说自己正能量 一句真话都没有 你们所谓的正能量 就是利能社吗 你有做过帮助别人的事情吗 你知道什么叫正能量吗 你们那个叫骗子啊 懂吗 嘿嘿 哎哟